這個 因為賴清德也當了好幾個月 而且我也不曉得 大家對賴清德的評價是什麼 但是雖然我很不高興 可是他還是我們的總統 在我們 我現在都只講T台的民調 就是20到29 30到39 這是我們講的年輕人 我把最近這幾次做的 三個時間點把它跌出來 哪三個時間點 就是大選前的封關民調 一遇一號公佈的 賴清德就職100天的 8月26號公佈的 還有柯文哲被刷進行之後 9月18上個禮拜公佈的 從這邊的這個祕密碼表格裡面 我們可以看出來 柯文哲在20到29 30到39的這個趨勢 就是從50幾% 40幾% 30幾% 隨著這三個時間點往下降 民眾黨的支持度 也是我們T台做的民調 5月23做的是16% 9月18做的剩9% 接近是腰斬 所以我們看8月26做的時候 如果說從投一次總統的話 你會投給誰 賴清德多的9% 柯文哲掉了8% 侯友宜還是33% 我再度強調這次柯文哲 是9月5號被收押 這是8月26的民調 也就是說 當柯文哲被收押進見之後 我認為賴清德的民調 應該是已經超過50%了 只是我們沒有去做這個項目 所以觀眾朋友 我的結論是這樣子 這次賴清德就此演說 他講說中華民國 跟中華人民國互不隸屬 在他520就職之後 他講了很多次的 這我們T台民調也有做 ET Today也有做 台灣民意基金也有做 就是認定 認為支持這個所謂的互不隸屬的 贊成是60幾% 60幾% 70幾% 對不對 我們中華民國的 我們的憲法規定的主權 是這樣子 所以我要在這邊講就是說 我不是針對這個 在場的游淑慧跟羅志強 我是一個心裡的問題 我一直沒有辦法解開我的疑惑 就是說所謂賴清德講的 中華民國台灣的前途 有這個國家嗎 叫中華民國台灣 2300萬人決定 也就是說各位觀眾朋友 所謂的互不隸屬 國民黨的黨公職 國民黨的立委 國民黨的市議員 國民黨的這些縣市長的諸侯 是不是也有人 呼應賴清德的互不隸屬 是不是國民黨裡面 我沒有針對兩位 千萬不要對號入座 不要破壞我們這個友情 那是不是國民黨裡面 也有人對九二公司 是有懷疑的 我們輸就是輸在九二公司 九二公司已經被污名化了 就是九二公司害我們敗選的 害我們大執政 我不太了解 所以當代清德 他現在變成說 他的互不隸屬 有60幾% 70幾%的 這個支持度的時候 國民黨有沒有出來一個論述 去職球面對賴清德說 我們不是互不隸屬 或者像奧運比賽的時候 汪曉玲委員講的 是中國人的光榮 我本來就是中國人 國民黨就朱立倫也好 傅昆琪也好 你們這些現在在帶頭的 你們站出來講 你們的立場是什麼 我不曉得國民黨的立場是什麼 他是說你也要從這個民調上 現在看那60幾% 60幾% 70幾% 大樹底下好乘涼 這很多年前的這個 我們不要再談這個了 我們來去跟進賴清德這個 這樣子比較好選 是這樣子嗎 國民黨的意思是這樣子 我希望國民黨 能夠給我們一個選項 就是賴清德的這個路 蔡英文這個路 就像剛剛志強兄講的 這個要重返聯合國 那是不可能 你去玩2758號決議文 之所以民眾黨跟國民黨 也提出對案 那是因為民進黨先提出來的 那也是美國在後面一直推動 不然澳洲跟荷蘭無聊 他提這個案子幹嘛 也是在美國在善動 我們要不要掉入民進黨這個圈套 各位觀眾朋友 我也很希望我們中華民國的前途 是2300萬決定 可是我要告訴大家 中華民國不是只有台澎金 大陸 大陸地區是我們的 如果我們要放棄大陸的主權 那是我們自動放棄 可是人家北京 人家習近平 他不會放棄台灣的主權 他認為台灣是他們的一部分 那你要跟他吵架 要跟他罵嗎 要跟他對幹嗎 這我們到底在幹嘛 所以我沒有要去跟志強兄 還有游淑慧為敵 我只是告訴大家說 在我們現在這個狀況 因為民眾黨沒什麼好談 民眾黨黨主席都已經 關在裡面了 我要談民眾黨幹嘛 民進黨就不必談了 這只剩下國民黨 是我們唯一能夠撥亂反正的希望 可是我請問大家 現在這個朱立倫領導的國民黨 值得你支持嗎 對不對 你看侯友宜去年在選總統的時候 我就鞭師他 叫他講個九二共識 他不會跟我們罵的 是後來趙紹康 趙先生專訪他的時候 他才勉為其難的承認九二共識 我還需要你的同情 還需要你的這種施捨嗎 所以侯友宜落選 我是很高興的 我寧願待清德當選 我也不希望何惡宜當選 這個民進黨的官員 他們對於電這件事情 有非常雙重的標準 一方面一直說 綠電 節約能源 叫我們要 大家記不記得經濟部長 剛上任的時候說什麼 30坪的房子 我覺得只要兩台冷氣就夠了 然後大家就說 去檢查一下我們這些 行政院的辦公室 到底30坪 你們用了多少台冷氣 現在我們立法院 就去考察一下 行政院長的官邸 到底用了幾台冷氣 我們阿姊目前才講到說 2011年陳菊就被爆出來說 他的官邸 一個月的電費 兩個月的電費也是十幾萬 大家知道2011年 十幾年前那時候電費多便宜 他的電費就可以用到十幾萬 那時候監察院 還特別調查這件事 因為覺得太誇張了 你那時候沒有比特幣 所以我不知道他在挖什麼 或者是在養什麼 那今天 卓榮泰的電費 大家也覺得很誇張 15萬兩個月 比我的薪水都還要高 更不要說可能是很多人 半年的薪水 然後我剛剛去查了一下 就是我們最近也要開始審預算 然後我們去年的決算 也已經送到議會來了 我告訴大家 我不知道行政院的官邸 跟他的水戶到底多少人 我們內湖國小 一所國小 師生加起來1600多個 每天要上課 學校也要開冷氣 一個月的電費 也不過三十幾萬 也不過三十幾萬 所以我們一個行政院長 他的官邸 而且是晚上才回家的官邸 他就要十幾萬 我不知道是怎麼吹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如果說我們的總預算 在審到電費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倚架質量 限縮一下我們這些長官們 我們這些公務部門 他們每一年的電費 像台北市就有 每一年都要減 每一年都要減 不能一直成長的 你們自己要設定 設定你們自己的目標 我必須要說這一次的總預算 其實我覺得名詞用退回 其實是不太正確的 他並不是把他退回去給行政院 說不讓你進來立法院 不是 行政院送到立法院以後 他有一個程序 就是到了程序委員會 然後通過程序委員會排入大會 大會以後再副委 可是現在在程序委員會裡面 就是不讓他排進去 為什麼 因為他的總預算變得太爛了 太爛了 不該編的亂編 該編的沒編進來 那這樣子的總預算 是在羞辱立法委員 羞辱我們的國會 就像是當時有一些密件 或是有一些調查報告 送進來後全部跟你塗黑一樣 你不如不要送 那這次的總預算也是 明知道說現在立法院 已經不是民進黨多數了 但是還送進來一份 總預算暴增 然後全部暴增的項目 都是那一些不需要的項目 就是怎樣 我就是要試試看你們藍白敢不敢刪啊 那結果上個會集通過的法案 照理說要編入預算了 怎樣 我就是不給你編啊 我告訴大家 這份總預算要幹嘛 就是要編來吵架的嘛 等到藍白 善盡職責要來審 要來退的時候又說 你看你們黨國家的預算 你看你們不讓國家前進 我告訴大家 這都是民進黨設好的招 才會故意亂編一本總預算 故意設好這樣的陷阱 這一切的動作都是民進黨製造的 好 那我們問一下 輝文哥你又是怎麼看呢 非常開心 這個郵鼠會把民進黨的這個奧波 招數把它講出來 那郵鼠會對你點破招數了 那想必在旁邊的羅志強 這些國民黨的立委 已經想出破解的方法 我們就等著國民黨的立委 加上民眾黨的立委 藍白聯手把民進黨殺的 我們等著看 山光光 來 我們就等著看 看郵鼠會剛剛講的是真的 還是我們去看羅志強表演 好期待 好不好 而且這個會期是到12月 我們就鎖定韋佳琦在立法院 你還要去立法院 我們就等 對 我們讓韋佳琦去處理 你到時候我再來看 看我要罵罵 我們要看著血流成河 沒關係 郵鼠會 我跟你講 這種事情我最喜歡的 我最喜歡搞這種事情 我要看到血流成河 我來看到時候這個羅志強跟郵鼠會的臉會多腫 會不會比我的腫 這個羅志強上演這種戲 這實在是很噁心 這三個人這樣子手牽手 你說這什麼和解 明明大家都有心結 這三個都是可歌可泣的 這個我就故意不寫名字 我不曉得就考驗剛剛 觀眾朋友的程度 剛剛郵鼠會講的那個退回 我是不曉得有幾個人聽得懂 應該是很多人聽不懂 這三個人你叫得出名字 我是怕很多人也叫不出名字 沒有關係 只要能夠信賴台灣 這個都可以是賴清德的這些重要 所以不重要 所以你看每次的民調對這些 包括行政院長 包括這些部會所擋的知名度 其實都不高 所以我就不講他們的名字了 因為我不曉得他們能夠做多久 但是各位觀眾朋友看到這邊 大家心情就不好 這個1000億的補貼是誰的錢 是賴清德的錢還是民進黨的錢 都不是 這個1000億的補貼是大家的錢 沒錯吧 是大家的錢 大家的納稅的這些血案錢 要嘛就是1000億去補貼 要嘛就是你去漲電價 那漲電價是誰漲 大家都漲 那到底是要拿大家的錢去補貼 還是大家一起漲電價 很像吃這個一樣 吃那個也養 我不太懂這樣的台電的意思 明年還要再虧 明年還沒到 他就告訴你說明年還要再虧 那台電是什麼意思 我們要這種台電跟中油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不管怎麼樣 我們就是要漲價 你不給我漲價 不給我補貼我就漲價 讓大家來這個 到底是為什麼 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受購了沒 所以我們這邊當然是要把責任 推給羅志強 你們這些立法委員 你們立法院長是國民黨的 立法院國民黨加民眾黨是過半的 有沒有辦法去處理 台電跟中油這兩個怪獸 每次都這樣子 每次都要把我們情緒勒索 我請問台電跟中油 你們既然虧損這麼多 為什麼你們台電跟中油的員工 每年都是四個月以上的這些獎金 為什麼 就是不管虧損怎麼樣 我錢還是要造領 我的福利還是要這麼多 不然我工會就跟你對著幹 那到底有哪些立委 羅志強是第一屆 我相信他是沒有 我不曉得哪些藍綠的立委 伸手去跟台電中油拿木林基金 就跟你講說我每天都虧損了 我如果不補貼我就要漲電價了 但是我從我的金庫 包括每年給周遇寇50萬 我每次都要講一遍 然後台電的總經理跟我說 我們不是只有買周遇寇的媒體 我們買了100多家媒體 有一家自媒體叫陳輝文 你為什麼不買 你就到處買 那媒體拿著錢 拿著人家的錢就手軟 就不好意思罵人家 這種全民買單的事情 我是覺得很不應該 所以韋佳琦 我的結論 請問大家 為什麼國際的一些大的那種廠 都說我們到台灣 來設那個資料中心 為什麼要來我們這邊設資料中心 是資料中心可以讓台灣 有多少工作機會 我是不曉得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店很便宜 我們的水也很便宜 然後人家的資料中心 就改在我們這裡 然後我們覺得很光榮 大廠什麼Google什麼的 資料中心設我們這邊 你在高興什麼 為什麼我們一個 沒有天然資源的國家 我們的水跟電都這麼便宜 油也這麼便宜 其實我們是被寵冠 這都變態好不好 12月立法院的 如果沒有研會 沒有臨時會的話 12月就結束了 到時候我們就來看 游淑會跟羅志強的答案這樣 我沒辦法給他們刪 你剛才說的 你剛才說一大堆 就貼身比較少